本地有一個劍擊品牌叫Yans Fencing 他們出了一個新產品 今天我們重點是介紹這個新產品 Yans ID Series Yans Fencing主打就是劍擊的手柄 它的設計會配合亞洲人的手型 所以它會纖幼和短身 令到我們握上手的時候的緊握度和舒適度都是一個加分位 早前推出的Dynamic Series出了五種顏色 磨砂面有黑色和墨綠色 而拋光面有粉紅色和藍色 而這五種顏色亦是市場裏首次面世 今天重點介紹就是Yans ID Series 它就是利用了3D打印的技術 就可以將你的名字和自訂的圖案 就可以打印上這個Handle上面 不過留意一下 如果你打名字的時候 就不可以多過24個字 如果你說你自己的代表地 就不能夠多過5個字 現在這個Handle主要只有白色和黑色的選擇 講了這麼久,馬上試試它 我剛才試了兩款Handle 試了磨砂面和Yans ID的拋光面 我覺得它的手感、緊握度和穩定性 都是這個Handle的一個加分位 因為它的緊握比較好 所以會令到你就算長時間拿著把劍去練習 那種脫手的感覺 或者是疲累、拿不穩的感覺 其實都會減低了很多 但個人來說,我就會喜歡磨砂多一點 因為我自己本身用的Handle 都沒有一個漆握在面上 我喜歡它的摩擦性和緊握度 是比起有顏色的Handle更加大 對於我做一些刺 或者做一些鎖劍的動作 它的準繩度也有一個大大的提高 講了一大堆東西 也是時候給我一個總結 這個Yans ID Series 我自己就覺得Yans ID Series的外表和顏色 就真的超級不得頂 重點是可以將你的名字和一些自訂的圖案 可以印上你的Handle 不單止潮之外 亦都可以防止人們偷你的劍 另外,Yans Fencing的Handle 這個緊握度和舒適度 我覺得都是非常之好 對於一些初學 甚至乎我們這些高級的劍手 其實對於我們的表現 我覺得都是一個加分位 不過我自己而言 我覺得Promo這個位置有少許長 如果可以短一點的話 就可以配合我自己的手型 大家看到Yans Fencing的Handle 有這麼多顏色 所以我是超級期待 它出小朋友Size 我相信到時一定有很多人會買 所以Yans ID Series 今天的推介指數是四顆星 如果你們想知道多些關於Yans Fencing的Product 就可以follow他們的Instagram 又或者是Facebook Page 如果你想試下他們的手禁 就可以上到FSA了 接下來Fencing會和FSA聯同推出新年福袋 限量30個 當中包含有Yans Fencing的Handle 以及現金券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福袋裏面有甚麼寶藏 記得要follow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開始啦